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诺厨房 我是小诺 西红柿炒蛋是一种很常见的菜 很多人都会做 饭店里的西红柿炒蛋特别的好吃 今天给饭店的大厨偷学了一招 分享给大家 吃起来特别的有口感 还保留了西红柿原有的香味 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准备两个西红柿在顶部切十字花刀 然后放入大碗中 然后加入开水浸泡一会儿 方便去皮 再取一个小碗 打入三颗鸡蛋 加入盐 胡椒粉增加底味 然后打散 起锅烧油 油热倒入鸡蛋液 炒成鸡蛋块 时间可以根据自己的口感决定 喜欢吃内的可以少煎一会儿 喜欢吃焦香的可以多煎一会儿鸡蛋 鸡蛋煎至金黄出锅 这时候西红柿也已经烫好了 把它的皮去掉 烫过的西红柿皮很容易的就煎掉了 然后对半切开 再去掉中间的地 把这一半切成薄片 切好后送入盘中备用 再一份用来炒西红柿酱 剩下的西红柿 再切成软柿 切好后送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颗葱板 切葱花 切好后送入盘中备用 所有食材准备好后 下面开始烹饪 起锅烧油 油热倒入葱板 呛下锅 呛香后再倒入薄片的西红柿 炒出西红柿的汁水 再用铲子压一压 炒至西红柿变成糊状 然后再倒入块状的西红柿 翻炒均匀 炒至西红柿变暖 出汁 再加入盐调味 白糖提鲜 翻炒均匀 再倒入炒好的鸡蛋 翻炒均匀 炒至鸡蛋入味 收火 出锅 这样一道满入了西红柿炒鸡蛋就做好了 营养丰富 汤汁鲜美 没有过多的加入调料 保留了西红柿原有的味道 鲜香味门 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 转发 点我图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我每天都会发布不样的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好 好 好